滿地細碎玻璃 抬頭一看 大樓的第六層 窗戶整排不見了 還看得到燒成焦黑的柱子外露 俄羅斯的莫斯科 星期天一早遭遇三架 疑似從烏克蘭來的無人機襲擊 還讓當地機場一度關閉 基摩斯科市中心遇襲後 這次換蛋白區遭殃 不過俄軍最近幾天 也對著烏克蘭各地猛轟 不只打地孽波羅 連東南部 札波羅熱和北部蘇梅都有被轟 造成平民不幸死亡 几波空襲恐怕是想阻止烏克蘭反攻 架在皮卡車上的機動火箭炮 使烏克蘭這幾個星期反攻力氣 我們還要工作很近對敵人 我們沒有時間來 出發出一個獨自從烏克蘭 說說他們在摩托 繼續跟他們交易 在俄羅斯科 克里米亚俄军弹药库深夜爆炸 可能也在反攻计划内 乌克兰夺回部分土地 虽然比起整个二战区只是一小部分 但反攻持续进行中 乌克兰还没放弃 TVBS新闻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